好了 很快我们就会到 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第一 没事 今天的第一处的公寓的类型 那么各位现在走的这条路 叫复兴中路 在法术界的时代 这条路的名字叫拉菲德路 其实拉菲德三个字 如果用法语来表述的话 其实就是拉法业的意思 我这个法语的发音肯定是不标准 但是如果我们翻成汉语的 英语的话 大概就是拉法业 这应该怎么念 拉菲 怎么念来的 拉法业 拉法业 其实就是拉法业三个字的 或者叫老佛业 各位如果去看看 巴黎的老佛业的百货公司 其实就是拉法业 就是同样的拼写 那么复兴中路这个名称 实际上是1943年以后才改称的 也就是租借被收回来以后 才改叫了复兴中路的 相应的更改路名的时候 才改叫了这个名字 所以一直到引用到今天 那么说到复兴中路 肯定各位会想到 其实它还有 你既然有中路 肯定还会有一个东路和一个西路 西路我们今天也会经过 复兴东路的部分 其实就是今天的老城乡 南市老城乡中间的那一块 直接横穿整个老城乡的 赵家邦原来的河道 其实是刚好是接着租借部分的复兴中路 也就是 呃 纳菲德路 纳菲德路而辟建的 所以这是这个整条复兴路的一个情况 好了 那么我们已经到了这个 今天会想让大家先来看的第一个公寓 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公寓呢 非常的低调 非常的低调 尤其是在这个树啊 被树给包围起来的情况下呢 其实平时就显得更加的低调 就是这边的这种复兴中路1327号 各位看到这栋房子的名称呢 叫做伊丽莎白公寓 伊丽莎白公寓 那么不是很大 就不是很大 看上去 中间门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一左一右呈现一个对称式 大概是一个对称式的这个结构 那么在这个介绍的牌子上面呢 它上面 其实它上面很简单的也表述了一下 说1930年建 对吧 然后大家看后面那个词 现代派风格 各位看一下这个房子 有没有觉得 它整个线条都是非常简洁的 没有那种过多的这个繁复的装饰 主要就是 其实它里面的这个线条 我们大概看一下 你能看到的一个是三角形的 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 三角形突出的那个 那么一左一右两边突出的部分 是用这个弧形的方式 圆形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线条非常的简洁 也没有这个太多的其他的一些 这个过多的装饰 那么这个房子呢 叫伊丽莎白公寓呢 我这边就找了一张 这个伊丽莎白公寓的一个简单的 它的这个户型图哈 大家稍等一下啊 让我找一找 好 伊丽莎白公寓的这个户型图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户型图呢 其实我想在这个图上面哈 我们如果看这个上面的两张哈 有没有觉得这个造型啊 看上去像是像一个什么卡通的形象 有没有啊 那个啊 像那个里老鼠就是那个一边一左一右上面长了两个耳朵的感觉哈 大家如果对应一下 你看看这个两个耳朵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对应出来的这是什么部分 是一是这个东西对吧 这边有一个好 一个耳朵 然后呢 这边还有那边一个耳朵哈 那么中间这个突出来的部分 其实就是中间这个地方哈 那么大家如果看这个户型图的话哈 一般你看这个户型图上面 你看这个阁楼里 不是阁楼 这个圆形的东西 耳朵里边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看了明白吗 这个图 你看这个有一个转上去的东西 是楼梯 对吧 好 好 那么你看到楼梯 这是一个楼梯 这也是一个楼梯哈 中间这里还有一个这个楼梯 这房子看上去也不大呀 对吧为什么要安三个楼梯呢 哦 这个三个楼梯里面 其实有两个楼梯是给用人走的 好 你现在看上去觉得好看的 这两个 其实按你说我的感觉 这个比较好看嘛 对不对 明显这个像是一个旋转的这个楼梯 这样可以转上去哈 其实恰恰这个是两个旋转的楼梯 都是过去给用人来走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旋转楼梯 它直接连通的那个房间 各位看到这个上面写的是厨房 看到吗厨房 也就是说从厨房是可以直接就下到这个楼梯 一下下来的 换句话讲 这个只有中间的这个楼梯才是给主人走的 那么这个房子呢 你如果光看 如果这个简单的看这个这个图的话 它大概是一共有四户人家吧 好像是 对吧 这里也是一个楼梯 等于是这个后面有小楼梯嘛 这个是一户 对吧 这个是一户 这里等于一共是这个四户 就一个层面是四户人家 那你看看它有几层啊 大概一二三 大概也就四层左右 可能就十六户 十四十五六户人家的这个规模 但是配了这么多楼梯 比较极端的例子 还有包括像我们南昌路的那个路线里面提到过的 南昌大楼 就是阿斯特莱阿斯特莱达公寓 它是直接把这个主人房和这个用人的部分完全给它隔开 好 那用人还给他 还专门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呃 用人的楼层给他们来住 那么像是河滨大楼 其实也是一个 这个主人和用人分得很开的一个一个案例 河滨大楼里边 朝南的就看得到苏州河的房间 是给主人住的 然后朝北的那一排 是设计的用意是给用人来住的哈 那么这是这个伊丽莎白公寓哈 所以呢 大家从这个公寓上面 你会发现一点就是30年代时候建的老公寓哈 它通常来讲有一个特点就是体量都不是太大哈 跟我们现在这种动不动就这个十几层二十几层 或者像中原两弯城这种这个呃 宇宙级别的对吧 宇宙级的体量的这种大型的这个小住宅比起来 30年代的老公寓 其实它占地面积都不大 然后呢 体量也不是太大哈 所以户数也不会太多啊 这是其中的一个特点 但是现在还没有人来自治材的 我们现在安心的 海灵堡 海灵堡 海灵堡